新闻大破解 破语大新闻 大家好 外媳会习近平吹起了和风吗 越来越多的观察 提醒千万不要轻忽 而当中国人急着外逃出中国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政权宣誓 将要举行国际的一带一路论坛 而习近平在APEC喊出了 所谓的亚太共同命运的共同体 还有亚太的共同富裕 这是要对决美欧亚各国的 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吗 那么您能够想象一下 被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 跟被共产党捆绑命运 是可能是怎么样的一个 景象跟愿景呢 美中拜协会之后 菲律宾海军指控中共的海警船 在海上强夺火箭残骸 而最近北韩市频频的发射导弹 那它发试射导弹造成了 区域的相当的紧张 而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因素 那美国高层最近是分路访问了 菲律宾跟印尼 东协在经济 军事 安全等层面 是否都正在选变的快速倒向美国 那拜协会前呢 欧洲的法国 英国 德国 升级和日本强化了防卫合作 欧洲大国和东协国家 未来在台海的冲突的可能性上面呢 他们可能会发挥怎样的嚇阻作用 另外呢 美国捷克立陶宛的国会议长 纷纷的表态将要访问台湾 这会为2023年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以及突破 而本周26号呢 是中共20大之后台湾第一场的大型选举 国际社会会如何来解读台湾选民所发出的信号 我们介绍破解新闻来宾 日本资深媒体人石板敏夫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了 最近呢 美国结合盟友在综合嚇阻中共进犯台湾的动作 是似乎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大 10月份呢 美国菲律宾的联合军演呢 日本韩国参加了一岛链的四个国家的连城一线 而11月份的拜习会前后呢 扩得美日英澳的四国海军 就在日本的关东以南的太平洋海域 还有呢 台湾的东方的这个菲律宾海域 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 而北韩呢 今年在经济状况急差的情况之下 却有很多的钱来密集发射飞弹 来密集的挑衅 还威胁要进行核子武器的测试 那背后有没有相关的支持呢 东协国家的动向啊 越南领导人10月底访问了北京 而拜习会前 美国升格东协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供应链可能要移过去了 而军事上也在拉拢 那么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了菲律宾 然后呢 防长奥斯汀是访问了印尼 而且印尼宣誓要购买美军的F-15 的战机 这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安全上的防务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21号 美国跟中共的国防部长会谈了 好的 我们来先请教郭宇仁老师 你怎么看说 第一个 东协国家安全上的动向 这跟台湾海峡有关吗 第二个是说 您观察周边的主要国家 近期的布局 有什么重要的看点 特别是北韩 好像是这个 一直在抢国际的C位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 我们如果从这个 大一点的格局来看 我会先把这个 最近半年以来 超过的这个 台湾周边的安全局势 先做一个大局上的了解 我的tention会先放在北韩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从18年开始美中战略竞争 然后到去年拜登上台之后 美中战略竞争的这个幅度 跟强度是一直在提高 那基本上 这一个趋势就加大了 北韩的战略重要性 对中国来讲 那第二个当然是因为 俄乌战争 今年2月24号爆发 然后当时没有人想到说 武肯定战争会打成这个样子 而且会拖这么久 那这个战争打越久 北韩的重要性就越高 对俄罗斯来讲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从 比较大的层次格局来看的话 竞争的重要性 从今年的年初开始 又更加成 那如果相对看 小一点的环境来讲 目前美国跟南韩的国内政治 对竞争来讲 对北韩来讲 是the worst combination 因为美国正好是民主党执政 总统上台嘛 所以这个小环境 基本上美国的民主党再加上南韩的保守派执政 对于竞争来讲已经是绝望了啦 已经绝望了 如果你把这个再搭上刚刚的大格局来看 主持人刚刚有提到 到11月14号为止 北韩一共打了86颗飞弹 史上最多 那这86颗飞弹 一共烧掉了90多亿台币 如同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这个2020年的疫情开始 这个金正恩自己本人也有说过 北韩的经济状况是极其严峻 那怎么会一年都还没过完 打了史上最多 这到11月14号打了86颗 所以大概我们可以得到几个 这一个大格局的三个公式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公式就是说 当北韩的经济状况 就是北韩的经济状况 跟中国战略驱使或操弄 北韩的力道 这两者关系是成反比 意思就是说 北韩的经济越差 中国的影响率一定会提高 这是第一层关系 然后第二层关系就是 美中关系 这个俄乌战争 跟北韩的弹道飞弹能力 也是成反比 所以美中关系越差 俄乌战争越胶着 这个北韩的弹道飞弹能力 一定会提高 甚至于提高他的战术核武 战术核武的能力 这个我等一下会提到 那第三个 第三组关系就是 北韩的重要性 正好是跟这个 中俄的战略协作关系 还有习近平的战略野性 这两者是成正比 就是习近平战略野性越高 北韩的重要性一定会提高 中俄战略协作的程度越高 北韩的重要性也会提高 所以我把它得出这三个 equation嘛 就是三个这个战略关系 再来从这个再来去细看说 今年年初一直打飞弹打到现在 86颗里面 其实有65颗 有65枚飞弹是今年5月之后才打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保守派引起越上台之后 才疯狂的打了65枚 那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金正恩不是太理性 实际上你 就是look closer 就是看仔细一点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理性的 今年度到现在打了80几颗飞弹 它其实有四大类 第一大类是实战型的试射 实战型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一些弹道飞弹的能力 已经可以足以来做实战使用了 所以你看它打完之后 它有特别讲 我这个是瞄准哪一个 就是在模拟要打哪一个机场的 打你哪一个ISR center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 这次它打了非常多六十几枚 86枚里面有超过60枚 是短程弹道飞弹 然后它很刻意的 这些短程弹道飞弹 这个出大气之后 它是走低轨 为什么要走低轨 要让你的飞弹燃及系统 更困难的去拦截 是 对 所以它其实这些是实战型的 那第二型是验证型的 验证型的包含它打这个 火星15 可是它那个火星15 你仔细看它的那个鼻椎 鼻椎比以前的火星15要大 代表说它的这个爆炸当量 是远远超过于原型的火星15 那这个中层弹道飞弹 以照它的弹头动能去计算 这一次都已经超过4000公里 换句话说 它的中层弹道飞弹都可以打到关岛 因为关岛离北海大概3300 那它的ICBM就是中层弹道飞弹 它的这个弹头动能 经过计算已经超过1万公里 它已经可以打到纽约了 所以换句话说它是在做 第二大类是验证型的 然后这个第三大类 才是说这个它是在做这种复合型的试射 复合型的试射就是说 这个以前没有发生过 以前它要实验这种短层的就是打短层的 打中层就打中层 那这一次比较罕见的就是看到 它同时打短层跟中层弹道飞弹 那意思就是说这些短层的弹道飞弹 是诱导弹 诱导弹的意思就是要升东击西 因为我们都知道南韩有萨德系统 萨德系统是中高空的 这个弹道飞弹防御系统 那日本有爱三 爱三是中低空 那日本有这个神盾舰 是中高空 是高高空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要打关岛 或是我要打夏威夷 我会先用短层弹道飞弹打上去 去诱使韩国跟日本的 反飞弹系统的tension 可是其实我是要打中层 所以这个是以这种combination 以前是没看过 那最后一个是影响最大的 就是这一次4月的时候 北韩官方是首次在讲说 这一次的试测 是在试图结合他们的弹道飞弹能力 跟战术核武弹头的能力 那这个当然是受到这个乌克兰战争 俄武战争的启发 就是这些流氓国家 从乌克兰战争里面看到两点 第一点乌克兰为什么会被俄罗斯侵略 因为他放弃核武 然后第二点 当普丁威胁要使用战术核武的时候 西方国家是束手无策 所以加大了这个金正恩 想要去做这个战术核武 跟弹道飞弹结合的这个动机 所以我们也被看到就是我们大概预期可以看到 第七次的核四报 那个核当量应该会非常小 因为他是在做这个战术性核武弹头的小型化的这个实验 刚刚有提到这一次北韩当然是在经济状况非常差的状况之下 当然是中国在背后奥远 在战略上驱使 北韩成为他一颗棋子 所以我们才看得到说美日韩 这是我们讲北三角 北三角 因为中国一定是联合北韩跟俄罗斯 来对这个日本 对南韩 然后驻日美军驻韩美军做签制 那所以才会看到史无前例的这个 日本跟韩国 还有美国 这三个国家双边的盟友关系 才会史无前例的这个连结 那另外一个是南三角 那南三角就必须要提到说 为什么Harris 就是贺锦丽会跑到这个巴拉王群岛去 因为南三角最重要的就是菲律宾跟越南 就是冲绳连接到菲律宾跟越南 所以北三角是这个美日韩 南三角是美国菲律宾跟越南 那菲律宾来讲 其实对台湾来讲 巴拉王群岛非常重要 因为台湾的战场形态毕竟不像乌克兰 因为台湾腹地非常小 可是地形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部队转场能力非常重要 转场能力的意思就是说 你第二级的能力 有一部分会北撤到冲绳群岛 另外一部分是南撤到巴拉王群岛 然后做第二级的反击 所以对美国来讲经营战场 第一个首先第一要务当然就是巴拉王群岛 然后再来就有可能美军会重返这个苏比克湾 然后再来才会提到说越南的重要性就是当然就是金南湾 我们其实在提到这个北三角跟南三角这两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也不要忘记这个可能下一节会提到 就是欧洲国家尤其法国尤其法国在这个金南三角 虽然说法国一直不愿意跟美国被相提并论 可是其实法国在菲律宾还有在法国在越南 其实失利了非常久 对这个我们下一节会提到 要再简单提一下那印尼的部分你怎么看这一次的拉拢 我觉得这个印尼这次主要就是因为去年 这个中国有非常多次这个军舰跟这个海警船到印尼去骚扰 对所以对印尼来讲的话 它在军事上其实讲真的也没得选了 对因为它不可能印尼在军事上对中国的这个信赖度 信任程度是相当相当低 是跟越南一样对所以它会接受美国这一个部分的 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其实我觉得不意外 可是经济上我觉得就难说了对 所以可能目前就是说如果供应链比较多的 从中国移到这些国家的话 可以增加他们的底气在安全上跟美国更靠拢一些 对对是好感谢我们接着看到 然后就请教石板先生在拜协会之后 有些观点会认为说美中关系走向和缓 不过随着时间好像有越来越多相反的观察提出来 所以您怎么看再来就是日本动向也许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岸田首相17号会面习近平提出建构一个所谓建设性日中关系 那日本也说今年底要完成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里面 打算要这个强调台湾的重要 而且还打算跟美国北约组织同步 把中共定位为日本和亚洲安保的挑战 您觉得这样的定位怎么解读 还有可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首先我们讲一下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话我认为它就是说 我们要从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分开看 那么短期的来说的话 我认为双方是合作大于对立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中国等于习近平他这个 因为疫情和国内二十大的准备的原因 基本上这几年属于躺平外交嘛 外交我都不管 没有做外交任何外交努力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以美国为主的包括台湾就形成了对中国包围网嘛 然后中国在二十大结束之前 他根本没时间顾及你这些事情 但是说二十大结束之后呢 习近平才突然之间开始积极展开外交嘛 他为外交分两部分 一个是朝贡外交 一个是出游外交嘛 像大家来北京来拜码头 另外一个他自己积极往外出 就一下子他的拼外交的姿势就打出来了 那么他拼外交呢 目的有几个 一个就是说把这个美国的形成的对中包围网把他打破嘛 打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是很明显的就拉一个打一个嘛 就是我来分断你们 像加拿大澳大利亚 这两个都是美国的小弟 长得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然后呢 就是澳大利亚你是自己人 加拿大你是敌人 我狠狠羞辱你 羞辱你 加拿大我们表达 澳大利亚就OK了 这样的话他让这个反中阵营出现一种分裂的状况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是短期啊 短期 另外一个呢 习近平你他也需要在这种四面楚歌的外交情况之下呢 改善一下中国的形象跟外国的交绩 好 明年三月 把这个两会开的成功 这他还是处于这个 虽然大的局面定下来的 但是说还是处于权力交替期嘛 第二期习近平到第三期过渡期 所以这段时间呢 他需要跟美国修好关系 所以不会很严重 那么美国 其实美国对美国来说呢 现在是俄乌战争最关键的时刻 那么中国你既然出来拼外交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美国也希望和中国合作 能够以美国理想的状态 把俄乌战争解决 所以说这种时候呢 中国也表示了一定的这个 比如说反对使用核武器等 表示了一定的这个 跟美国的合作的关系嘛 所以短期来说中美关系是 我认为是合作的 但是中期来说呢 马上就是美国你想 马上这个两年之后就有总统选举 总统选举现在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 唯一的这个共识就是说对中国问题嘛 而且他们会批评拜登 你可能对中国反中不利嘛 那拜登一定要证明 我反中也是很有利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一旦这种长期的话 这个在一两年的长期来说中美的 这种怎么说互有胜负的 这种对斗尔不破的关系 还是会继续的 就现在短暂的合作 然后就开始继续抗衡 然后再往长期的话 等于中国是美国 以美国为顶点的这个金字塔 形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所以长期来说 特别是习近平这次愁出满志嘛 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 重新规定国际社会 国际秩序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美长期来说一定是对立的 这点我觉得还是蛮清楚的 那么说一下日本的角色 日本呢 其实呢 就是说 日本也是短期的 日本希望和中国 恢复一下关系 毕竟是中国 这个是日本的 很这个 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另外一个在经济上 中国日本还很多 依靠中国的等等地方 所以也希望休息好 但是长期来说 第一呢 日本是坚决和美国 是站在一起的 这是二战之后 日本的外交主轴 这点从来没有动摇过 所以说日本 当美中一对立 日本绝对会站在美国的 这是 说到丝毫不犹豫 要比台湾坚决的多 所以说呢 这点要很清楚 还有一个呢 日本作为地域大国 那么中国是作为 习近平他很明显 他要改变现在的国际秩序 那他一改变国际秩序 那日本现在拥有的国际地位 国际影响力 一定要大大打折扣嘛 那么所以 现在日本还根本没有想 给中国当小弟 在状况之下 我觉得长期的话 中日之间 也会出现对立的 但是只是现在呢 比如我们上次看的 这个安田文雄跟习近平 见面 安田文雄讲了很多 对中国的不满嘛 就是包括台海问题 包括前安主权问题 这个是我 因为我采访了 将近20年中日关系 过去都是中国 指着日本鼻子说 台湾问题怎么样啊 进口神社怎么样啊 什么 永远是中国训斥日本啊 现在呢 该开始 这个安田开始 往回训斥了 这个打棒球一样 攻守交替 干嘛 而且呢 中国这次呢 脾气好 没有像训斥那个 加拿大一样 反过机会 基本上你说着 我虽然没有听啊 但是说也是在这么做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中国的想法是 中国想修复和美国的关系 又知道日本和美国关系 所以想把日本当作跳板 通过修复日本的关系 来达到修复和美国的关系 然后达到就是说 现在中国这个四面楚歌的外交环境 得以改善 当然这都是短期的问题了 所以在这种事 我认为短期来说 中日关系也会出现一个 合作 趋于合作的一个局面了 但是这个应该不会持续多久 就是说这个人我得罪不起 那我就不得罪你 这个人 比如说我们看他 他这次见张忠谋 也是很客气很客气的嘛 那张忠谋大家都知道 他是现在是站在 台湾的执政党方面的 一个人争执任务嘛 但是说他对张忠谋就很客气 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都对不起嘛 是 那同样请问顾老师 就是说日本这一次 那个年底的安保战略 要把台湾纳入 特别纳进去 而且他把中共 列为用挑战 等于是要 想要跟进跟美国 跟北约同等的 这个类似同等的一个地位来看 所以你怎么解读 我先这个echo 刚刚石板老师说的 我自己的观察 是认为说习近平应该 这次跟岸田文雄见面之前 是了然于胸 因为今年年底 应该没有意外 应该是12月16或17号 会出台 日本会出台三个重要的国安文件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防御计划大纲跟中期防御计划 其实大部分的稿子 都已经底定了 那个结构都已经底定了 习近平应该很清楚 就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来讲的话 上一版也是战后 日本史上第一版 是安倍首相所推动的 是2013年 那这一次是第一次改版 那这一次的改版 其实就会把台湾有事 就是纳到这个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面 那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美国的NSS 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是在10月12号出版的 那这每日 刚刚石板老师所说的 就是每日两国 它其实是 大概人类有历史以来 你找不到两个国家的军队 关系这么紧密的 所以这两个国家的NSS 为什么是corresponding 其实本来是要在今年发生的事情 因为乌克兰战争被拖到明年 就是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第三份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版 所以等于说 其实要往前推到2021年的 10月16号 这个金义伟跑到华府 去跟拜登见面 然后讲出这个 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其实这个就是可以往前拉到1999年的 作变事态法 往前拉到1997年的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再往前拉到1960年 那个暗信界讲的政府统一见解 所谓的这个远东条款 那个时候 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的 美日安保宣言里面也提过 对 所以这个部分等于是把 正式把这个台湾 纳到美日同盟的 这个防守范围里面 这是有前机可循 对 所以这个是NSS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防卫计划大纲 这一版 前一版是2018年 是安倍执政的时候所定的 那这一版的防卫计划大纲 防卫计划大纲是日本大概五年起 那种中期的国防政策纲领 那这一期是 因为我长期 我大概研究日本的防卫计划大纲 研究十几年了 这一版是有史以来自卫队着力最深的一版国防政策 那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以前的防卫计划大纲 你就看得出来很有非常多重要项目都是非常军事实务上非常 就看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子规划 可是这一版的防卫计划大纲是 却是军事实务上 就是一看就知道这是非常军事 非常有经验的人所规划的啦 对啊所以这一版防卫计划大纲是 自卫队着力最深的一版 因为它有非常多切中使要 而且对中国非常具有威胁性的军事改革 我们讲几个最简单的 就是它要研发这个hypersonic 就是高超运输飞弹 然后它要把这个日本的反舰飞弹 就是地对舰飞弹 那个12-4飞弹 那个射程要从100多公里 要把它extend到1000公里 你想想看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 你不要说部署在九州啦 你部署在西南诸岛 你随便打 你要打上海又打上海 打北京又打北京 所以12-4的反舰飞弹 要把它增成 然后这个虽然说媒体在报导说 日本可能会向美国采购战斧巡逸飞弹 可是事实上其实已经 已经提出那个需求单了啦 所以表示说这刚刚讲的12-4 日本要扩编到1000枚 然后战斧巡逸飞弹要买到900多枚 然后日本本身的山式啦 就是type 3的这个防空飞弹 也要增程 因为三型的防空飞弹 它的射程只有50公里嘛 然后把它增程到变成这个 这个中高空 对像那个萨德的拦截器一样 像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务实的这个军事改革 然后原来的陆基神盾本来要造两艘 两万顿级的那种大额无荡大额无用的这个神盾舰 可是后来在海上智慧队的这个反对之下 也把它改回8000顿级的抹野级的神盾舰 所以看得到其实日本年底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 一个主軸当然就是因应台海有事啦 那另外一个主軸就是日本其实在军事上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他会做非常务实的改革 那换句话说对中国来讲是不会再客气啦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跟岸田文雄的峰会 就如同刚刚石板老师所说的 那个习近平是相当的囤沦 非常的忍耐然后应急出笑脸 要跟岸田文雄来见面 而且各位可以回去看照片 大概这是唯一一次这个习近平跟日本的领导人 一起拍照就是big smile 他笑的时候把牙齿露出来 大概是史上唯一一次 也不会再客气 就像这样一样 这部份颅田文雄 还是龙子举一个人